Hello 大家好,我是客帕仔 今天約了一個深圳的朋友 在福田口岸附近找好食物 由他發辦 帶我們去一間排隊王的烤肉店 $288 就吃到一個超豐富的烤肉雙人餐 有雪花牛肉 肥牛、瘦牛 還有豬扒、豬五花 全程有人幫銷 加上他們特別的麻醬醬料 是第一次吃到的烤肉味道 我們還嘗試了炭蝦活鰻魚、鳳梨牛扒 再加上他們的傳統朝鮮冷麵 三個人吃到捧著兔酒 想知道我們去哪裏開餐 就快點訂閱雙下巴生活這個頻道 按LIKE和SHARE 我們馬上開鼓 今天約了朋友直接在令展中心城等 我們在福田口岸出發 乘搭地鐵4號線 乘搭兩個站到回展中心站 然後出B出口 在這個位置入連成新天地 然後轉右 而今天的目的地 就是位於M層的西塔老太太 迪狼烤肉 這間認真是排隊王 每次路過都見到人頭湧湧 幸好我們的朋友提早來到拿了票 所以我們不用等太久 就可以直接入座 每位客人入到餐廳 店員都會大聲歡迎你 感覺也不錯 眼見這裡座位也挺多 而我最喜歡的就是夠闊 坐得舒服 這樣才可以跟朋友聊久一點 吃多一點 我們先在大眾點評 買了一個288元的西塔磚響烤肉二人餐 裡面已經包括了很多的肉類 煮食 蔬菜 最好的就是已經包了一些小菜 調料 炭火的費用 之後我們再利用桌面上的QR Code 下單 加多個活鰻魚 菠蘿牛扒 傳統朝鮮冷麵 這樣就夠了我們吃了 下單之後 店員很快手來做送上四款的開胃小菜 有沙律 薯蓉 葉芽菜 葉蘿蔔 青瓜 而這一碟我研究了很久 朋友告訴我 原來是這間餐廳的特色芝麻醬 店員幫我們加了醬油和醋 攪拌均勻後 等待可以點肉食 而另外他們也準備了一碟有乾料 烤肉汁 辣汁 的醬料盤 想知道跟什麼食最適合 就可以參考桌面這個調料搭配備值 在這個時候 我感覺到頸後面不是兩汁汁 反而是熱辣辣 原來炭露就送到來 這裡採用的是品質好的菊花炭 會比較耐燒一點 和不會有灰煙 看到燒得很火紅的炭 內心有點興奮 很想快點開餐 幸好他們的送餐速度也是超級快 和我最喜歡每一張桌的旁邊 其實都有一個小櫃 桌面未放得下的食物 就可以先放在這裡 事不宜遲 店員過來幫我們烤第一盆肉 到我最期待家單的食物 先說一下炭烤活鰻魚 98元一份 這個份量都算不錯 最重要我看到鰻魚是肥美 還有跟其他配料 稍後一起吃 店員會先用檸檬片 在每一塊鰻魚上 進行去腥的動作 然後放上炭露烤 這裡其實都幾講功夫 看著它不斷根據火候調整位置 過程都幾療癒 最後更加會沾上一些鰻魚汁 再放上去燒多一會 每一塊鰻魚都變得金黃金黃 入口才感受到外面烤得很香脆 魚肉帶有油分 這種鰻魚比較軟 非常新鮮 吃得出魚肉鮮甜 大家可以放上旁邊的薑絲 蘿蔔絲 或者是紫蘇葉一起吃 而我最愛的配搭就是和紫菜一起 另外一樣加點的是鳳梨牛扒 這個造型都幾有趣 菠蘿作為容器 菠蘿的味道也有輕輕滲入牛扒入 放上炭露烤到兩邊變色之後 店員就把它剪成細細 方便我們一會兒食用 燒到差不多熟的時候 店員就把鳳梨放上去 烤到表面有點炭燒的紋 就OK了 店員就建議我們把菠蘿和牛肉一起吃 這個組合就變得很清新 牛排肉味也很濃 這個很特別 還有一份主食 傳統朝鮮冷麵 是瀋陽朝鮮族的特色 一大碗這樣上桌 裡面更加有碎冰 所以吃到最後 碗冷麵依然很冰涼 裡面的材料很簡單 有一片肉 另外有一些青瓜絲 泡菜 雞蛋 梨 和最主打的蕨蜜冷麵 每一口吃都是透心涼 蕨蜜冷麵很煙韌 味道酸甜 帶一點辣味 一邊吃烤肉 一邊吃冷麵 這個組合也非常不錯 而且它份量這麼大碗 建議大家和朋友分享 先來這盤美麗的雪花栗條 店員很有心機 整齊地排放在炭腦上 始終炭腦熱力足夠 雪花栗條很快就熟 這個是它做建議點烤肉汁 吃下去充滿油脂 那種油香真的挺正 肉比較軟軟 不需要花太大力氣去咬 和微甜的烤肉汁都很配 對它們那個麻醬充滿好奇的我 就請店員先幫我們烤了 老太太特色肥牛和瘦牛 同樣是牛肉 但店員都會堅持要換網 擔心會影響下一道菜的口感和味道 認真講究 瘦牛和肥牛最大的分別 就當然是後者多些脂肪 所以肥牛燒的時候 是真的可以用熊熊烈火來形容它 看著燒的過程 聞著燒的香味 真的會流口水 原來點麻醬食是東北特色 這個組合是帶微微的酸 點肥牛超級正 吃下去變得不太膩 肥牛肉質很滑 肉味挺濃 而瘦牛呢 它的肉質比較紮實 如果你比較喜歡有照勁的牛肉 瘦牛就比較適合你 套餐入面還包括備製豬扒 老實說 我是第一次覺得豬扒好吃 因為它有炭烤的香味 而且這裡的豬扒一點都不硬 店員掌握火候很好 忍不住一塊接一塊 這款點辣汁就最夾了 而厚切磚五花 是不是很邪惡呢 不過放心 吃下去一點都不覺得油膩 因為店員很細心地慢慢烤 將裡面的油份逼出來 剪成一小塊一小塊 可以烤到表面更加香脆 吃的時候我們做建議 可以點點大醬 然後用生菜加蒜頭、青椒、泡菜 包在一起吃 整個口感超級豐富 跟餐還有一份牛肉腸 這個份量也挺多 可以烤到外面脆皮 然後裡面依然保留著肉汁 裡面的肉是偏甜 點少許乾料 增加鹹味和辣味 都挺夾 之後我們還選了要烤口磨 吃得烤肉多 都知道你是這一款的口磨 可以烤到很多汁 不過前提要很細心 很有耐性地慢慢烤 咬下去真是爆汁 蘑菇香氣很重 是很新鮮 最後套餐還跟著一個 嫩豆腐湯 會連一碗白飯一起上 豆腐湯 豆腐真的比得好足 而湯是帶有辣味 我會稱它為小辣 豆腐很滑嫩 這個都不錯 飲品方面 我們喝過可樂 之後都發現 原來它帶重點瓶打卡和收藏 就會送酸梅汁 這個不是好甜 酸酸味味 好開胃清爽 這一間西塔老太太 來到烤肉 在深圳其實都有很多分店 大家可以選擇 就近自己的一間視線 另外也想讚一讚他們的服務 店員全程很細心 很有耐性地幫我們烤肉、烤海鮮 有時有些邊邊位 輕輕焦了的話 它都會剪出來 更加會提醒我們 每一項食材的醬汁配搭 希望大家喜歡下巴仔這個分享 如果大家最近想回深圳吃燒肉的話 這間西塔老太太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